最低的要求就是要功能性 要符合业主的要求 在美观上面也要照顾到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以及对于绿化的要求 也应该满足到的 除了这样之外 当然创造了一个空间 是要让用家去享用 对于平日的生活 提供到平日的生活水准 一个好的设计 一个好的项目 应该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业主又赢 最终的用家又赢 社会又赢 政府审批的部门的批准又通过到 对于建筑师的公司本身 它的盈利 收支平衡 或者同事做起来又开心 等等 是一个多型的结果 就是最理想的 因为建筑是一个艺术和科学的结合 我相信一个好的设计 能够结合这两件事 是最理想的 在完成每一个项目 除了满足这些基本要求 当然最希望就是 在人类的历史文化的长河里面 设计的作品能够留下一个长久的足印 在建筑的旁边里面 这个当然是最理想的 比如我们公司在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外滩 都设计了很多 当年来说是滑时代的设计 特别是突破了上海的土质限制 给予到比较高的一个结构等等 也都有好几个项目 现在仍然保留在上海的外滩 是一些历史保护的文物 也是很特别 很有价值的建筑设计 P&T集团是一个有150年历史的 一个建筑工程事务所来的 我们就有12个分公司 在六个不同的国家里面 同时是做过一千项目的 在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有建筑设计 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基电设计 城市设计 以及室内设计 项目管理我们最近都开始了 也有这个服务 我们公司总共是有1,600多人 亦都是在全球来说 是十大的项目企业